凌晨4點男子騎車來到卡拉OK店門口 點起手中鞭炮 下一秒就朝店家丟了過去 一瞬間冒起陣陣濃煙 但他沒有馬上離開 反而拿起手機開始錄影 似乎要把囂張行徑記錄下來 再恐嚇店家 除了在開工日凌晨手持衝天炮二稿之外 隔天還衝進卡拉OK店 兩名嫌犯手持球棒砸毀電視 連玻璃都被砸個洗拔爛 害店家擔心受怕只好拉下鐵門 暫時避避風頭 惡煞雜味卡拉OK發生在 14號凌晨台南的麻豆區 誇張的是惡煞 前一天才對店家丟鞭炮 但這還沒完 惡煞隔天15號又夥同友人 持球棒狂砸電 毀損店內物品 甚至把球棒都打斷了 警方調查後發現原來是嫌犯 在春節前向店家索討保護費 不成因此糞而砸電 甚至犯案時間都在凌晨3 4點15號 這天還被拍下猛踹店門口 兩人的惡劣行徑讓店家損失慘重 不堪其擾決定報警處理 丟職鞭炮及磁球棒砸毀電內設備 經本分局受理報案後 隨即組成專業小組擴大偵辦 並調閱周邊監視器 隨即鎖定作案歹徒兩銜 惡煞搶索保護費不成 竟在春節期間連續兩天砸電 大搞破壞讓業者根本無法做生意 囂張行徑引起警方高度重視 四小時內抓人移送 接下來還要持續向上溯源 揪出幕後主持者 近新聞洪瑞李黃一軒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